I'm hearing Democrats expressing a lot of concern right now about Michigan Where do Harris and Trump stand in Michigan right now? I think there's good reason for Democrats to be concerned with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lverine state and we can see it right here in the polling average 就跟其他几个战场州的民调相似 随着投票日的临近 特朗普在制造业大洲密歇根的数据也在上升当中 最新的一家民调现实 他已经开始领先一个百分点 这是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 特朗普第一次在密歇根的民调当中领先 当然这项民调的误差范围是正负3.6个百分点 所以都在统计误差范围内 跟其他几个战场州一样 到目前为止那些仍然没有决定投给谁的选民群体 在密歇根也是格外的重要 从哈里斯来看 11月5号获胜最牢靠的路径 是赢得北方铁锈地带的三个州 就是宾夕法尼亚 密歇根和威斯康辛 这三个产业州传统上都是投民主党的 所以有南强州的别名 Blue War 在其他州不出现重大意外的时候 哈里斯可以拿到270张选举人票 刚刚卖过取胜的门槛 特朗普2016年参选以后呢 改变了格局 三个南强州都成了战场州 如果特朗普能够顺利赢一下阳光地带的亚利桑拉 佐治亚和北卡罗莱拉 那么他只需要在三个南强州当中 翻转一个就能赢总统大选 2016年呢 他是在这三个州啊 都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希拉里 但是2020年呢 又全部都还给了拜登 今年看呢 他赢下其中一个的机会 应该是比较大的 我们今天看看密歇根州啊 这个州拥有15张选举人票 我们先看看密歇根的汽车产业 也就是密歇根州的蜘蛛产业 底特律周边的汽车产业呢 邻居着大量的白人工人阶级 他们当中啊 有一部分在近些年 从传统上呢 投票给民主党 转向了共和党 就是特朗普啊 他们是关键的摇摆选民群体之一 从目前的民调平均数据看 偏保守一些的 Real Clear Politics上呢 哈里斯是仅以 0.7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 哈里斯团队呢 在密歇根投入了大量资源 总共开设了52个办公室 最近几个月呢 都在组织义工 挨家挨户敲门拜访选民 民主党的竞选资金呢 比共和党充裕一些 具体到电动车议题上呢 更多的汽车行业的员工啊 是转向支持特朗普的 因为传统三大车厂 改造电动车以后呢 往往会裁员 最近的例子是吉普制造商 Selantis 他们宣布啊 由于市场份额缩小 公司呢 考虑推出电动车型 密歇根当地的一家工厂啊 会裁员2500人 所以对密歇根 相当一部分汽车工人来说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这些政策 会让他们逐渐失业 那一般来说呢 民主党对推动电动车行业的发展 更热衷一些 比方说 选战当中啊 老提到的 所谓的电动车强制令哈 拜登哈里斯政府呢 实际上并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政策啊 他们只是设定了一个到 2030年美国新车销售当中 电动车要占到一半的目标 目的嘛 当然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 Average price an iPod being $58,000 Electric vehicles EVs make up 7% of new car sales 但是呢 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基本方向 当然还是力推电动车 所以呢 被硬性扣上 电动车强制令这些帽子呢 也不算特别特别冤枉 Biden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accelerate the green revolution with tougher emission standards and industry sources say requiring that EVs make up at least 54% of automakers' new car sales by 2030 哈里斯呢 在电动车议题上的立场啊 也有变化 因应选情的需要嘛 2019年 他参选总统的时候 呼吁对汽车制造商 实施严格的排放标准 要求到2030年以前 新车销售当中的50% 就要是电动车 他的主张啊 比拜登政府实际制进的政策呢 更激进一些 要提前五连啊 他的这个立场呢 显然对今年大选 已经对密歇根州 不会有帮助 所以呢 他基本上是在守势 密歇根的民主党人 敦促过哈里斯团队啊 希望他明确表明 反对电动车强制令的立场 但是呢 哈里斯目前还是以回避为主 他需要密歇根的选票没错啊 但是也不能引发其他地方 民主党人的不满 尤其是进步派人士 所以呢 也还是保持战略模糊最好 就跟他在其他很多议题上一样 都比较模糊 特朗普的态度呢 市场份额的7%到8%就好 同时啊 美国的消费者 也需要混合动力车和油车 他说呢 自己上任第一天 就会终止电动车的强制令 实际上看呢 电动车在美国的销售 是趋于平缓的 尽管价格在降低 折扣在增加 2024年的前八个月看 电动车只占新车销售的不到8% 实现拜登政府 2035年以前啊 占比50%的目标 应该说是不太可能的 就在最近啊 包括5000家成员的 汽车销售行业协会 给民主共和两党领导人 发出了公开信 希望呢 在大选以前 更加关注 电动车销售不佳的状况 他们说啊 目前的优惠措施和排放法规 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销量 政府呢 或许可以迫使车厂生产电动车 迫使车商销售电动车 但是没有办法迫使消费者购买电动车 他们希望 11月大选的胜利者 也就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能够放宽排放法规 或者说呢 延迟电动车强制令 显然啊 特朗普从这个群体当中 得到的支持 要多于哈利斯 接下来呢 密歇根还有另外一个 特别有趣的群体 就是支持巴勒斯坦的 阿拉伯裔的移民 和年轻的大学生选民 主持的一个团体 叫做为承诺者 uncommitted 我们一直在说的 到现在还没有决定 选谁的摇摆选民啊 那是另外一个词 叫undecided 两个词的含义呢 略有不同 undecided 没有做出决定的选民啊 到处都有 虽然数量不多哈 但是为承诺者 uncommitted 仅限于支持巴勒斯坦的 阿拉伯裔的选民 和年轻的大学生们 最近这个团体确认 他们不会支持哈里斯 原因呢 是对美国处理 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担忧 具体说啊 就是这个组织 请求哈里斯 在密歇根 会见加杀遇害的 巴勒斯坦人的亲属 但是呢 哈里斯团队并没有回应 这个组织还希望 跟哈里斯见面 讨论对以色列 实施武器禁运的事情 哈里斯在中东冲突上的观点 和政策 跟拜登当然是一致的 就是说 以色列有权力自卫 同时呢 他也支持建立 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他也说同情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 在冲突当中的遭遇 为承诺者啊 这个组织对哈里斯的态度 表示失望 传统上支持巴勒斯坦的 阿拉伯移民啊 是民主党选民 那这个团体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呢 在年初的密歇根 民主党初选当中 拜登啊 在党内其实是没有真正对手的 但是 为承诺者这个团体 号召大家 拒绝投票给拜登 用这种手段 发出声音 显示力量 就是对拜登在 以色列哈马斯 冲突当中的政策 表达强烈的不满 结果是有10万人 响应号召 拒绝投票给拜登 10万人在密歇根 是什么概念啊 2016年 希拉里克林顿 在密歇根 只输给了特朗普 1万张票 0.23个百分点 拜登呢 是在2020年 赢了特朗普 大约15万张票 2.78个百分点 大家可以看到啊 10万人在密歇根 他的投票走向 足以影响 选举结果 为承诺者这个组织呢 发源于密歇根州 原因很简单 底特律周边聚集 这大约40万阿拉伯裔的人口 占到了密歇根 总人口的4%左右 占比啊 在全美各州当中 应该是最高的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 尼巴勒 约旦 伊拉克 叶门和巴勒斯坦 福特汽车公司 总部所在的城市 第二棒啊 还有周边的城市啊 已经是阿拉伯裔人口 占据了居民的多数 超过50% 超过白人黑人 拉丁裔 当地的阿拉伯裔呢 从2019年起 就有了自己在国会的 第一位议员哈 Rashid Chalib 他是巴勒斯坦裔 在国会呢 位居著名的 进步派小团体 The Squad当中 就是观点 在民主党的最左边 就是极左吧 他的立场呢 当然是对以色列的支持 接近于零啊 对巴勒斯坦 当然就是强烈支持 去年10月 哈马斯发动 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以后呢 塔利布议员 发表了一些 不太合适的言论 包括在自己的 社交媒体平台上 转发巴勒斯坦人 从河流到大海之类的抗议 美国很多人认为呢 这个说法 包括了反游的含义哈 塔利布还说 拜登总统 支持巴勒斯坦人 所谓的种族灭绝 他警告拜登说呢 我们会记得 10月7号哈 就是哈马斯 发动袭击的那一天 随后啊 共和党控制的 国会众议院 通过了一项 谴责塔利布的决议 234票对188票啊 22位塔利布 来自的民主党的议员 也加入了谴责 说塔利布的言论不负责任 而且呢 有可能煽动更多的仇恨 当然这个谴责案呢 只具有象征意义 并没有实际的法律后果 这个事情可以显示的是 塔利布在 以巴冲突上的立场 具有正义性 为承诺者组织呢 当然知道自己的力量 密歇根的胜负啊 就在毫厘之间 也许就是一两个百分点 所以呢 他们要借此机会 向民主党表示 你们需要满足 我们的一些条件 不能够天然就假定 我们一定要把票投给哈里斯 不给你们制造麻烦 哈里斯团队呢 当然也会做这个算术题 阿拉伯团体呢 就是希望抓住机会 施加压力嘛 他们的立场是说 民主党执政期间 拜登太老了 太虚弱 热点地区啊 有些失控 美国没有权力阻止 中东正在发生的 种族灭绝 这个组织的成员 认为以色列 针对哈马斯展开的行动 造成的平民伤亡 是种族灭绝 美国政府和相当一部分的 美国民众呢 并不这么认为 那么这个未承诺者团体 他们具体的政策诉求 是什么呢 他们要求美国干预 尽快实现 以把永久停火 同时呢 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至少啊 运送武器的时候 应该加上一些 附加的条件 那我想了解 中东局势的朋友 应该跟我一样啊 得出结论说呢 这些人的要求 不可能马上实现的 美国给以色列 提供武器几十年 美国给以色列的 坚定支持 可能啊 比钻石还要很久远 怎么说我停就停呢 未承诺者组织 当然也不是不知道 但是呢 他们至少啊 希望能够对话 希望哈里斯表达出 愿意讨论 这些事情的念头 事实上 哈里斯团队 不做回应啊 让他们非常失望 他们知道 民主党在 华盛顿的高层 主体部分啊 并不愿意 面对这个问题 相比之下呢 特朗普在中东议题上 立场很清楚 他没什么负担 就是铁定支持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建国的 这种所谓两国方案啊 不屑一顾 所以呢 他在以色列 右翼当中 是深受欢迎 内塔利亚胡 一定是希望他当选的 还有我介绍过的 特朗普选战 最大的政治捐款人 金沙赌场和 威利斯酒店的老板 米利亚姆阿德尔森 她是全美财富 排名前十的富人啊 特朗普呢 对拜登政府 目前的政策 也持批评态度 但是方向跟阿拉伯裔呢 正好是相反的 特朗普认为 美国给予的支持啊 太软弱 没有帮助以色列 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的意思呢 是说通过精准的军事打击 来消灭哈马斯领导人 当然我们现在看呢 其实以色列的打击 一直在持续 美国拜登政府 其实也在持续的 提供支持 特朗普也说呢 再次当选总统以后 他会迅速结束 中东冲突 但是他还没有机会 具体去展开说 要怎么做 特朗普呢 这个时候比较轻松 哈里斯啊 他要走钢丝 找到责中的办法 他不能够失去 亲以色列的选民 还有政治捐款者 但是呢 他也不能够完全忽视 亲巴勒斯坦的人士 和反战选民的关切 尤其在密歇根 哈里斯团队 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办法 困境就是说 他需要阿拉伯裔的选票 没错 但是呢 他也不能够因为 争取阿拉伯裔的选票 失去支持 以色列人士的选票 即使在密歇根啊 双方的力量 至少也是大致对当的 从前几个月 大家看到的校园抗议看 反战反以色列的选民 主要来自左派阵营 所以麻烦在哈里斯这边 如果他钢丝走得好 两边的选票呢 都能留住啊 但是从他目前的做法看 支持巴勒斯坦的密歇根选民 并不满意 他们的国会议员呢 Rashid Tlaib 并没有公开背书哈里斯 不久前在 底特律机场的一次集会上 哈里斯被支持巴勒斯坦的 抗议者打断了 哈里斯回应说啊 如果大选 你们想让特朗普赢 那你们就这么做吧 否则呢 你们就得让我继续讲话 魏承诺者这个团体 当然也表示 他们并不支持特朗普 也不支持第三方的候选人 但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啊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其实表达出了各种可能的投票意愿 他们有的呢 可能会含泪不投票啊 那结果实际上是间接帮助了特朗普嘛 他们有的呢 实际上还是会投给第三方候选人 比如像绿党的Jill Stein 密歇根的一个阿拉伯裔选民的民调结果当中啊 Jill Stein的支持率一度跟哈里斯持平啊 我看到这个结果还是挺震惊的 史丹一没有当选的机会 所以投给他也是间接在帮助特朗普 密歇根的民主党人中间呢 还有一部分是小罗伯特肯尼迪的支持者 他已经退出竞选了 转而宣布呢 支持特朗普 所以其中一些人啊 数量可能不会多了 真是会将选票投给特朗普 他给了我所有的关系 听听我的关系 他预计他会回应他们 然后我认为特朗普是非常透明的 他一直说什么他相信 你喜欢吗 是的 我认识与哈特朗普美国阿米尔-Ghalib 他已经震惊了事件 以允许前总统特朗普 尤其是与他有谈谈的谈谈 这种心态怎么理解呢 传统上跟自己价值观和政策理念 更接近的候选人是哈里斯 如果他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 我就转而将选票投给对手特朗普吗 而特朗普不仅价值观和政策理念 跟自己是背离的 甚至大家互相之间 连基本的好感也缺乏 就跟你本来吃素哈 结果呢 点的菜里头出现了一片牛肉 然后呢 你一路之下 干脆就点一整份牛排嘛 问题是啊 这样的选民在密歇根确实存在 他们就是要通过这种 看起来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达立场 为的是促成未来的转变 我看到有的选民说啊 两个候选人都无法忍受 但是呢 特朗普的好歹承诺过迅速结束 以拔冲突 还有的选民说呢 是的 特朗普从来没有为我们阿拉伯裔做过什么 但他是一个推销天才 Marketing genius 他有办法股东一些人投票给他 1960年代的时候呢 密歇根大学的几位学者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论文的题目啊 就叫美国选民 American Voter 他们发现呢 只有极少数的选民 大约3%吧 是真正追随意识形态者 他们的投票决定呢 是基于理念和政策偏好的 其余的选民啊 往往是根据群体归宿感在投票 或者呢 是因为他们将某些候选人跟一些广泛的 或者说空泛的社会状态联系起来 比如战争与和平 繁荣与衰退这些 还有就是因为他们喜欢 某一位候选人的个性 这其中啊 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被称作是 氛围选民 就是受周围气氛的影响哈 Vibe 那这几位学者提出的框架呢 被称作密歇根模型 这项研究啊 受到过广泛的批评说这几位政治学业教授居高临下 对普通选民的评估呢不能说特别好 没有把大家描述成为全面掌握信息 为美国民主的未来投下神圣一票的形象啊 恶评甚至说呢 这几位学者根本就没有看中选民的智商啊 其实呢我觉得这项研究吧 非常具有前瞻性 最近这几轮大选啊 摇摆州的摇摆选民吸引了无数的注意力 几个州的几十万人就决定了全美 以好几千万选民参与投票的大选结果 那问题是大家想一想 这些选民摇摆什么呢 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反差 远远超过热干面和炸酱面 这两样啊大家还可以犹豫一下 毕竟都是面条啊 但是呢 特朗普和哈里斯根本就是灭火器跟打火机的区别 满足的需求啊完全不同 有那么难选吗 大家在挣扎什么呢 从我自己的经验看啊 最重要的摇摆州 宾州我是非常熟悉的 当然也比较了解嘛 摇摆选民普遍呢是比较温和的 很多人的观点就是混合的一堆啊 这些观点有时候互相是矛盾的 那有一些选民呢是单一议题选民 也有呢根本没有特别明确的议题选择啊 确实有很多人 更多是在看氛围投票 所以才犹豫嘛 去了特朗普的集会呢 就支持特朗普 第二天又去了哈里斯的集会 然后呢再度陷入摇摆 从电动车和阿拉伯裔选民这两个因素看呢 特朗普在密歇根也是能看到取胜希望的 离选举日越来越近了 我们都期待着将投票的结果 跟现在的这些分析和判断对照 看看怎么琢磨出 美国社会的一个动态的变化 另外就是七个摇摆州当中呢 铁锈地带的三个州 宾州密歇根和威斯康辛是比较相似的 他们和阳光地带的四个州 内华达 亚里桑那 佐治亚和北卡呀 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摇摆的原因 摇摆选民的构成也不是太一样 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些话题 好呀各位 今天呢 我们就先到这儿 欢迎您订阅 点赞 转发留言 也特别欢迎打赏和加入到会员当中来 特别感谢会员和打赏的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留言 相信我们下转发留言